好 那這個今天很高興就是有這個機會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經驗這樣子 那這個一般我在學校的時候大家都叫我曲曲啦 不過這個太可愛了在公司上面不方便用 所以一般我們都是用英文名字這樣子 好 那就是還是不免實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我這個人的就是一些基本資料 我是台南人然後大學的時候是在苗栗唸書 他唸的是氣管系 所以就是我那個商學背景的 我們基本上就是賭一樣的奶水長大的 對 就是金銅館這些東西 然後研究所的話是在新竹 在清大一個很特別的所叫服務科學研究所 那在這個所裡面我們會做很多跟服務設計有關的東西 那因為服務設計嘛你要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所以使用者研究這個UX的這一塊也是跟我們比較息息相關這樣子 那之後我會在台北就是展開我的職業生涯 那就會是在這一家公司 那所以我接下來就來介紹一下關於Madeus 這家台灣亞馬迪斯的一些小知識這樣 那我們Madeus 這是我們經典開的那個新的logo 那我們基本上是一個給旅行設使用的定位平台 那所以是一個B2B的商業模式 那在這個平台上面呢不管是飛機票 油輪火車或者是其他的這個機場相關的設施 全部都會被我們整合在同樣的一個資料裡面 所以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IT系統 那我們基本上有兩塊核心業務 一塊是IT 那這個IT主要是AI IT 就是說很多航空工資基本上是使用跟我們一樣的系統 那因為有很多航空工資使用我們的系統 所以理所當然的我們就會把這個系統也賣給旅行社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幫他們減少很多交易的複雜度 然後我們就中間來抽取一個手續費這樣的一個商業模式 那以台灣來講的話 基本上我們focus在那個distribution這一塊 就是旅行社的部分 好 那有三個數字關鍵的小數字可以來記得這家公司 因為像我們這種公司B2B的嘛 就是一般外面不會看到我們的logo 所以很多好的公司其實都隱身在幕後 那我們這家公司有三個關鍵數字 我覺得很有趣 一個是它是全球目前最大的旅遊定位系統 那它是最之一 那這個三呢是 它過去幾年都是歐盟IT投資項目前三名的公司 所以它的RMV也算是相當的強 我們在應該是尼斯那個部分我們有一個研發中心 光那邊就有5000個programmer 所以你要想像一下 雖然只是定位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它有很多人在support它 那40呢這個是 就是我們去年大概統算全球大概是 市場40% 所以大概是一個這樣的數字 好的 那這個公餐服務一下 就是我們rebus 就是強力徵求我們的作者 所以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跟我們 就是兩位的工 每一個公關的人聯絡這樣 好的 那接下來就來分享一下就是 我怎麼展開我的實習工作 那跟很多人一樣就是我們所上 因為研究所嘛 就是畢業一定要有一個實習的一個經驗 那所以我跟很多人一樣 就是投了各家的這個人力銀行啊 然後學生實習的平台啊 各種 但是你知道這些平台其實 它的入學率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它在上面po的職位 有時候它只是一個廣告性質居多 或者是一個打雜性質居多 這任何重要的東西其實都不會出現在 我們所謂那種開放式的平台上面 所以我怎麼找到我的實習工作呢 其實也蠻幸運的 因為當時啊 我這家公司台灣區的總經理 他在我們學校 其實剛結束他的EMBA的生涯 然後跟我們學校打算要進行一個專案 那那時候我就加入了那個專案的計畫 結果後來那個專案也沒做 那我就跑進去實習了 所以也是一個蠻幸運的一個經驗 那從那段時間一直到今年呢 我陸續大概接到了 10家左右的公司的邀約 有外商有新串公司 有一些以前認識的夥伴這樣子 那這些大概有三分之二 都不是我投履歷去得到的 基本上我投履歷 基本上全部都共同啦 所以我寫履歷也可以說寫得很差 可是後來找到的工作都是 別人轉介過來的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可以投1.0.0 你可以投1.1 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去 拓展你全身的一些職業的話 那你從現在開始 你必須記住這個關鍵字 就是推薦 那關於推薦 我有三個小小的想法 一個是 就是 referral的部分 你要去想看看 為什麼人家會願意推薦你 那 我覺得 像公司裡面的話 其實我以前還沒有進公司之前 我並不知道 推薦對於公司找人才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管道 現在我的老闆 還有我的專案的manager 他們在找新的人的時候 都會先問我說 你有沒有認識 符合這個職學者的一些推薦 那我都會覺得 不敢推薦 因為即使我知道 有一些人非常的優秀 但是我也很怕說 這些人會不會只是來過個水就走了 或者是這些人 他的人品沒有辦法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其實你在推薦的時候 你在思考你要推薦誰的時候 也就是一個 就讓你反省自己 為什麼你應該值得別人 把那個好的一個機會 讓給你這樣子一個想法 那occasion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年輕人 常常會被說 就是沒有機會啊等等的 那實際上我覺得機會是很多的 最近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一個數位行銷的公司上班 那他的主管走掉了 那他的上上一個老闆就是告訴他說 你現在就是把這個位置接起來 結果他不敢 那所以這件事情 讓我的影響就是說 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機會是有的 但是你要適度的去表現 你有能力 而且有這個意願 去把這個責任給擔下來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最後一個interview就是有一個小小的感想 很多公司在找人才的時候 我們進到很後面的interview之後 我們都是會有一個 希望表現出最好的那一面給他看 所以這時候那個interview就變成一場秀 尤其是很多人在那場秀裡面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積極地表現他的熱情 他的誠感就是非這份工作他不可 可是實際上很多人接到那份offer之後 選擇不要 所以有一次我在另外一家半導體很大的外商 就是喝茶聊天的時候 他主管就告訴我說 那個時候我沒有被他們錄取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覺得我在interview過程裡面表現得太好 他覺得這麼好的人不會在這個位置上待很久 可是他們想要的是 就是希望能夠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的人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帶給我的一個小經驗就是說 其實不要太貪心 不要試圖用一份履歷吃遍全天下 你真正要做的是找到的是 真正會懂得欣賞你這份履歷 而且是真正你適合的公司 不要就是像這個灑網一樣到處去找 結果沒有一個是你真的願意投入 那就沒有意思了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就是我目前的工作範圍 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告訴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一開始是先幫我們的客服中心做那個電話量分析 因為他們想要降低電話量 後來又跑去做這個APP的市場分析 然後又有一段時間在做流程的改善 然後最近呢 前一陣子有做過CSR就是做一些工藝的規劃這樣 那還有一些就是老闆的家庭作業 就是地區的老闆呢 跟這個Global跟那個Regional 他們之間一些策略的往來這樣 那我今年開始會比較focus在就是Sales這一塊 那我最近暑期實習的話 我們有一個team就是在做這個使用者研究 就是要了解我們的那個客戶他的一些需求 然後提供我們未來一些改善的依據 那所有這些事情聽起來好像非常的多元 好像很厲害但是其實根本就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會做這麼多呢 因為沒有人要做 沒有人要做那就輪到我做嘛 所以我覺得以前孔子有一句話很棒的叫做 無效也見顧多能比試 那只要其實你肯做的話 你有很多很多的機會是可以幫助你去做成長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很多時候我的朋友還有我的一些學弟妹常常會問我 你有沒有學習上一些訣竅啊 就是你好像會很多東西 你好像做過很多的經驗 這讓我想起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理論叫80-20法則 就是說80%的這個銷售可能只來自於20%的顧客 所以我只把那20%的顧客顧好 那我大概就公司就可以安穩的過日子 我覺得學習上面很多人都在試圖追求這個20-80的一個法則 就是有沒有很簡單的事情就可以幫助獲得巨大的成功 可是這件事非常困擾我是因為在我的經驗裡面 不存在這樣的東西 很多的很多的成果以及這個好的一些結果 它並不是一觸可擊的 它是慢慢慢慢慢慢的累積起來的 如果觀察很多這個網路創業公司 他們的那個流量啊 或者是他們那個創投給他們的一些成長趨勢的評估 其實也都是像這樣子的 大家可是大家只會記得這個爆發性的部分 也不會記得他們前面花了多少功夫在補整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那是我們現在的年輕人最欠缺的 所以我覺得有三個小問題可以測試一下 你學的東西到底有沒有用 第一個是如果沒有人教你會不會 如果你會 它就表示你真的是獨立能夠思考能夠做事的人 如果要你負全責那你還敢不敢 如果你敢 那麼你才是真正對你的知識有信心的 你可以真正把它實現的 如果你今天面臨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是一個未知數你敢不敢做 如果你敢那才就表示 你可以用我們現在已知的知識去開創不一樣的未來 你不能夠一直去期待說每天都投入一樣的東西 有一天你就會突然成功 這種事是不會發生的 那回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所以學歷這麼重要 那個科技這麼重要 我一開始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如果今天遇到一個台大資工的 那你大概會suppose 他應該很會寫成事吧 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就是學會計的 那你應該覺得他應該會計很厲害吧 可是當我後來進入到很多的專案裡面 還有就是在外面交了比較多朋友的時候 我發現這件事情好像不太對 我們剛才也有一位就是 他本店不是做設計 但是也對設計很有興趣的 我在外面遇到很多這樣的人 有一次我在另外一家外商 就是泡茶喝 泡茶聊天的時候 他們那個是一個企劃部門 然後他的主管告訴我說 我們這個企劃部門裡面 只有10%是本科系畢業的 那我覺得很驚訝的是 他剩下90%呢 他有那個外文的 然後有那個 不知道我也念不出科系的 你看這件事情 讓我的衝擊很大 就是說 我們今天學校念的專業 好像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有用 但其實也並不是真的沒有用 而是 如果你今天投入的專業 並不是你想要的 那他就不會成為你的專業 那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我最近有一個新的感想是 學歷跟技能 這兩件事情的平衡是同樣重要的 可是那個學歷之所以重要 不在於那張文憑 而在於通常好的學校 他提供了一個讓你曝光的舞台 很多學校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念的那個學校 並不是支援很多的學校 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講感觸很深 我覺得有很多像這個 有名的學校的學生 他們都覺得有很多的實習會來找他們 有很多的活動會在他們的學校舉辦 是理所當然的 實際上並不是 所以他們不會去很真正的很珍惜那些 其實可以他們大放益彩的機會 那我覺得 所以學歷這件事情帶給我們是 他給你一個好的環境去發揮 但是問題是你有沒有照顧他 我最近我們的學校 我的指導教授跟我聊的一件事情 是他們想要找一些好的學生 尤其是我們希望是有創業家精神的學生 但是我們就會發現說 很多來的學生可能很乖巧 但後來後來的表現不如我們預期 或者是他的成績非常優秀 但他好像又沒有辦法就是 獨立把那個專案做到一個很完美的境界 我們後來討論了很久之後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想要找一些非常特別的 有多樣才藝跨領域的學生的時候 這些人並不會出現在漂亮的成績單上面 他們不會出現在課堂上 但是這表示這些人不是好學生嗎 不他們是的 只是他們沒有讓我們使用傳統的標準 在衡量的時候給他們一些幫助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天分 就是你像玩遊戲一樣 如果你今天選擇職業是一個法師 不要強迫你自己當一個戰士 我先抽 就是你要找到真的適合你自己的事情 那這是學校老師的看法 那業界主管怎麼看呢 我去年底的時候做了一個產業訪談 他有17個主管在跟我們做這個人才上面的一些交流 那他們不停的在講態度態度態度 那這件事情對學校來說很沮喪 因為學校想要的是 你想要什麼技能我練給你 我幫你培養這樣的學生 但他們一直在講態度 這個態度暗示了什麼呢 其實我後來仔細的想一想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對這些企業來講你的能力是必備 所以他不再去講了 因為他覺得理所當然應該有 另外一件事情是 當他們講態度的時候 其實他們觀察事情非常非常微小 像我記得有一個主管他講的例子是 他有一個很喜歡的員工 那他犯錯了 那那個員工犯錯的第一件事情是 email給所有相關的人 然後每一個就是親自過去拜訪 告訴他們說 我這個地方有點問題 然後希望 那他們怎麼去幫我解決 他覺得非常shock 因為很多的年輕人 其實並沒有辦法 做到這麼細微的部分 就是說你可能犯錯 你怎麼會待在原地 或者是你會開始抱怨 你並不會真正的 很細微的去體貼 那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那所以我最後呢 就是有 對於人才這件事情 我現在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就是當很多地方都在講他們缺人 他們要找人才的時候 其實他們心中想的人 並不是一樣的 我覺得至少有三種 第一種 最下面這種叫人才 他買的是你的潛力 就是你是一個可貂之財 他才願意去收納 那事實上大部分企業想要的東西是 他買的東西是你的實力 所以他希望你是真正可以做事的 所以把那個拐杖 左邊那個墓去掉 你是一個獨立能夠做事的人 但是我最近呢 我會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覺就是 其實我們以前這樣人才 人才最上面那個才 大家只會想到錢 但是我覺得我們有那個 周一戲詞裡面 有句很有智慧的話 他說何以拒財 何以拒人才是那個真正那個才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企業真正在思考的事情是 他們很想要的是那個人才 那個錢的那個才 其實他們今天考慮的事情是領導力 如果你今天能夠登高一部 很多人follow你 那你就是一個真正能夠做到 這三件事情的人 所以最後有兩個非常小的這個 小感想就是送給大家 第一個事情是 就是要投身你認為對的事情 然後要堅持他去做 因為那個累積的過程有時候比較漫長 他不一定會是很容易去達到 那第二件事情是 不要讓我們現在的傳統 或是傳統的這些 好的意見 好的智慧去限制你 因為 同樣的好的事情 在過去的意義 跟現在的意義 是不一樣 所以你的父母那一代 他會告訴你要念書 他是對的 但是念書這件事情 對我們這一代來講 他的意義是不同的 你必須找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意義 然後讓他成為一個新的傳統 你才可以去幫助更多的人 就像我們今天就是很多人 坐在這邊聽焦點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剛剛透過 為什麼 我們要捏 我們要做一些 對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 還有 看 我們要看